来看到花莲县政府推出的流星花莲天文旅游系列活动 29号晚间在复礼乡农会罗山展授中心草坪 举办了今年首场的花莲星光音乐会 山之运的场次 而花莲县长徐真卫也出席音乐会 在初夏的夜晚全台最有机的复礼乡 与全场的民众一起享受大自然的熏陶 谢谢大家今天带着我们所有家人 一起走出来 那另外呢我想现在已经开始放暑假了 那花莲有非常非常的多的活动 也有我们很多的游戏场 可以大家一起带孩子出来走一走 花莲有独居特色的自然景观 以星空为天幕大山为背景 聆听大自然和歌手们合作普出的乐趣 希望透过美景以及音乐感动 拉近新与新的距离 让旅客在花莲留得久 玩得慢走得深 今年花莲新光音乐会三场 今年是第一场山之韵 接下来第二场是海之声 八月十号当天是七夕情人节 第三场是森之音 九月十八号则是教师节 森之音场次更是邀请到了 刚刚获得金举奖最佳原著名语 歌手奖的五四爱 回到家乡花莲演出 欢迎大家一场接一场来追星 感受花莲山海新光的浪漫美好 记者高松双富里乡采访报道